晚清 一个风雨飘摇的朝代 鄙视的慈禧太后把持朝政 执掌大权的时间足足有47年 不过 晚清实际有一个大臣 成为了慈禧太后的心腹大患 他就是晚清的第一重臣 曾国藩 曾国藩手握数十万乡军 强大雄厚的军事力量 威胁到了慈禧太后的权力 慈禧曾打算对曾国藩处置而后快 但是曾国藩也不是等贤之辈 在这场和慈禧太后的博弈中 最终导致了慈禧手下的 梁江总督马仙一倍然暗伤 曾国藩的家庭背景很简单 既不是权贵官宽 也不是书香门底 他在道光18年考取电视三甲的好名次 成为了穆章阿的门下学生 自此 曾国藩开启了他平不清云的坦荡仕途 他用十年的时间 累计完成七次升迁 最终官之二品 令人艳羡 他的门生幕僚 几乎遍布整个官场 比如十分有名的李鸿章 左宗棠等人 要么是他的学生 要么是他的好友 可以说 曾国藩的势力 已经隐隐威胁到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朝廷 1851年1月11日 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爆发 当时的统领石达开启当官万夫莫开 很快率领驻千军万马攻破永安州 此后更是一路招摇 将亲王朝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太平军最辉煌的时候 曾经占领了中国的半地河山 他们定独天津 但是在天津事变以后 来势汹汹的太平军开始走向下坡路 1864年7月21日 在经过了漫长的13年年动乱以后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权 给曾国藩送来了一个天大的消息 曾国权率领的湘军 攻破了太平天国的天津南京 自此清朝廷获胜 太平军一败涂地 面对即将唾手可得的荣誉 曾国藩却陷了沉思 因为他知道 清朝廷之所以能够获胜 全是仰仗曾国藩的这一支湘军 如今太平军已经覆灭 那么他的数十万湘军 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慈禧太后盯上的目标 而且 不知道哪里传出来的房间传闻 说曾国藩有黄袍加深的欲望 这种消息若是传到慈禧的耳里 曾国藩必定没有好日子过 这时候 社会中又传出了另一种说法 那就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权 私吞太平天国国库的消息 谁都知道 战争不光要消耗巨大的人力 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 为了应对残酷的军事斗争 太平军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财产充公制度 不管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 都要统一集中到太平天国的国库当中 在李秀成行刑之前 曾经说过一句话 信念太平天国有圣古之名 后来 这个消息落入 已经掌管了十万乡军的曾国藩兄弟而终 在乡军攻破天津的时候 乡军四处寻找 曾国藩毫无隐瞒 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朝廷 当时的亲王朝积贫积落 连年的战争和巨额赔偿 早就让亲王朝入不敷出 但是在乡军破城不久后 却传出了曾国藩弟弟曾国权 已经找到国库的说法 面对金山隐身 哪里有人能够不动摇 曾国权不干了 他把所有财宝纳入自己能中 然后一把大火烧毁了太平天国的宫殿 据说大火接连烧了几个日夜 在一份亲人的笔记中 曾经记载了相关事宜 曾国藩一行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 他的太夫人搭乘船只 从南京折返湖南 令人惊奇的是 随行护送的船只竟然多达二百多艘 而且每艘船吃水很深 看起来像是装载了许多物品 等回到朝廷以后 曾国藩对慈禧太后说 并没有在南京宫殿里 找到太平天国国库 只找到了一个伪玉写和一美金业 慈禧太后并不完全相信曾国藩 但是他不相信也没有用 因为曾国藩手握数十万乡军 以他时至今日的地位 早就不是慈禧太后可以抗衡的了 因乡军逐渐扩大 形成具有割据能力的武装力量 曾国藩的语义也逐渐丰满 让慈禧很担心 甚至有阎官直接给慈禧太后觐见 湘军变天下 曾国藩全是太中慰藉人臣 恐有大事 其实曾国藩也明白慈禧的心思 思考许久 终于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撤裁湘军 为自保 曾国藩多次上书朝廷 希望朝廷能允准裁军的请求 而慈禧也很快给予批准 很快 曾国藩将曾国权的一支军队 从两万五千人 裁减到了两千人 虽然人数大幅度减少 但也减少了很大一部分的军队开支 这样做一共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那就是自减翅膀 好让朝廷放心 第二个是数量庞大的乡军 实在消耗军饷 所以裁军以后 能减少很大一部分的军饷支出 而且 此次曾国藩裁军 拿掉的兵将多是交兵汉将和老弱病残 留下的基本是没有太多功劳在身 但是拥有很强烈升官发财的新生力量 至于曾国权 则是自行辞去浙江玄斧的职位 回到原济养病 可是曾国藩撤裁乡军的举动 仍然没有让朝廷放心 可是对于一个与国家有功劳的功臣 要想除掉他 哪里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曾国藩手中还有大半的乡军 这时候 慈禧又心生一计 他想要扶持自己的人 接替曾国藩的权利 而这个人 就是马仙怡 慈禧太后给曾国藩升官了 从两江总督到直立总督 在官位上 曾国藩看起来更加的风光无险 但实际里 曾国藩离江陵地区 就与他的乡军分离开来 而直立总督就在京城脚下 未来将会让曾国藩 更好地接受朝廷的管控 无论曾国藩愿意与否 慈禧都选好了 解体他两江总督的新人选 而马仙怡肯定知道 慈禧为什么要破格提拔自己 那就是为了制衡乡军 慈禧不想重用乡军 还要打压乡军 而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到了马仙怡肩上 在动身抢江宁之前 马仙怡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了一些公务的交集 不多久 曾国藩的回信很快来了 除了一封回信以外 曾国藩还另外给他 送去了几个保镖当作见面礼 不得不说 曾国藩的见面礼 确实令人寻味 同年9月20日 马仙怡抵达了江宁 他来到江宁的时候 曾国藩还没有离开 到了11月 曾国藩才乘船离开江宁 离开之前 江宁百姓自发为曾国藩送行 看得马仙怡心中不是滋味 马仙怡心里明白 要想完全取代曾国藩在两江的地位 非一日可以完成 他上任以后 为百姓做了很多件好事 而这些好事也让他赢得了一定的民心 但是 乡军是曾国藩一手带起来的军队 要让他们服从命令 没有曾国藩最让人信服 如果不是曾国藩 也应该是曾国权或其他的乡军大将 怎么能让一个控将兵来管控他们 所以乡军对马仙怡怨声在道 暗暗结仇 为了制衡乡军 马仙怡还找到李鸿章 和李鸿章手中的怀军 暗中结成了联盟 在马仙怡上任两江总督的两年时间里 他用了许多制衡乡军的手段 但收效甚微 不光如此 还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马仙怡他本人 和乡军之间的嫌隙越来越严重 同志九年 一个名叫张万祥的人来到江宁 他这一次来 是怀揣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这一天 马仙怡结束了教场阅兵 正准备动身回都府 但是等他走到侧门的时候 却忽然听见人群中有人高声叫喊 马大人 小人冤枉 马大人 马仙怡听见他声嘶力竭的叫喊 不由地停下脚步 问他 何事 不料这个人根本是假接告状的名头型刺杀事宜 只见他洋装下跪 待马仙怡走到他身边后 他猛然从袖间抽出一把赠光闪亮的匕首 二话不说刺入马仙怡的诱了一下 马仙怡哪里想得到这样的变故 当即通得大叫一声 但是这个杀手没有就此放过马仙怡 而是把匕首转了个罐 捅出一个四寸多的伤口 马仙怡的护卫一拥而上 奇怪的是 行凶者没有逃跑也没有反抗 口中说主 我是张温祥 刺杀马仙怡是我一人所为 马仙怡受伤之后 立刻被抬回府中医治 但是张温祥行刺的匕首上 沾染了剧烈的毒药 任凭话陀在世 也无法挽回马仙怡的性命了 一个两江总督 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刺伤 即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得知了此事的慈禧震怒 先后命令了江宁将军 江宁不证实 曹运总督先后对张温祥审讯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桩疑点重重的刺马 毫无进展 曹运总督张之万到来后 张之万自己也明白 这里的水有多深 但是他不敢抗制 据说张之万在 前往江宁的路途上 连上个厕所都要派出 500名士兵保护他的安全 张之万到了江宁以后 他不急着审理张温祥 反而是一直慢慢拖延使劲 直到朝廷连续催促 张之万才给出结论 一是张温祥曾经是太平军的鱼党 太平军覆灭后 他到宁波当海盗 没想到马新一大力剿匪 不仅杀害了许多张温祥的朋友 还断了他的财路 张温祥也由此恨上了马新一 二是张温祥的妻子和别人跑了 当时他给马新一喊冤 但是马新一没有授理 所以才蒙生了杀意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张温祥和马新一是私仇 刺马没有幕后主使 可是在这个时候 慈禧却下了一道旨意 那就是将曾国藩 重新调任回两江总督的职位 两江下来是风于富饶之地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来掌管 日后很有可能会发展 成为清朝廷无法掌控的势力 所以慈禧太后再有万般的不情愿 也只能让曾国藩回去 但是曾国藩没有立刻就任 而是接连尚书 表示自己不能担任两江总督 而且他还要辞去直立总督的职位 想要彻底的全身而退 不管曾国藩是真心还是假意 他的尚书很快被慈禧否决了 所以这个两江总督的职位 最后还是物归原主 回到了曾国藩手中 从结果来看 很显然刺马鞍的授意方是曾国藩 这也难怪当时社会上 流传住一个广为人知的版本 那就是马新义在江宁的这两年里 真的查出了当年湘君私吞太平天国藏宝的证据 所以背后的人才会除掉马新义 在严氏章所写下的南行日记中 曾有这么一句话 马新义的死亡与湘君有关 而湘君背后的大人物是谁 不言而喻 对于马新义的结局 只能说 他成为了曾国藩和慈禧太后博弈的棋子 知谁更狠 就看谁最后获得的利益最大化了 了解更多趣味历史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或人物 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 这些证据大人物有些国藏宝 一定没有法律 你美人如果不乱 我照片